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感觉 我又重临着人师了 力量 给我力量 我还没说 我才是四象门的继承人 这人生前一定是作恶多端 遭报应死的 报应 也要先报应给妖女封寒月和那个寒无杀 小不点 离这个疯子远点 嗯 你们可知我是何人 紫云掌门 不像好人 你这丫头 竟敢如此无礼 喵 这么小声都听得见 你这丫头 你是不是知道那个铁手男人是谁 这 我所知 只有一人是铁手 那的迷幻 父姓夏侯 冰淫 这个邪道中人 邪道中人 但当日在食人宫内 也是他出现阻止黑衣啊 这人真奇怪 阿良 你觉得拦桌城内发生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雨昕 你问的是哪事 这么问我 我可没明白 被装傻成嫩 当然是说你在拿到磕盘后 看见另一个你的事 拦桌城的事 我总觉得不安 特别是那女孩有跟你说的那些话 没 依依也觉得有些诡异 一望我们进十字心 可没见过自己吧 十字心内 不该都是过往之事吗 呃 我保证我以前 没见过那个白玉女孩 我身边就一直救你们两位姑娘 没 谁在问你这个啊 哈 我真的不知道 你问我也没有用啊 要不是我失忆了 那和那位姑娘的桂花 就该发生在未来吧 嗯 一 你看这粉色的小花 就是我上回与你说的桃儿妻 原来这儿也有这种花吗 乱看见了 不知道会说什么 主杀古毒 鬼柱 金雾 被恶气不祥 竹邪 解百毒 致风邪繁祸 失破网剑 一 那就是说 这附近有毒物 但毒物不能吃啊 一还是觉得 上回余姐姐说的铃舍更好吃 好了 过了老龙岭山道 就该到家下之窟了 等离了荒野入了城 便带你去好的 玉璽 你再这般 小心将这小不点喂成大胖子 万一它成了白手那模样 可怕可怕 玉璇良 哼 你不懂什么叫高歌师吉修 多仇多恨 易幽幽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日愁来 明日愁嘛 啊 我还没这么多感慨呢 你倒是为了吃的就感叹起来了 那是这儿太安逸了 一 你家乡在何处 小不点觉得这世道多安逸 那它家乡究竟在何处 难道竟比这儿还糟 那究竟会是何处呢 似乎未听说过 很远的地方 现在好像可能很难回去了 对小不点像突然就伤感起来了 这是想到什么了 小不点 小不点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有吗 余夕和你说了桃七后 你好像总是走神 没有没有 都说了没有了 灵安 这是洞窟 走走 我们进去看看 看来这儿应该就是家下之窟 哇 终于到了 你兴奋个什么劲儿啊 不就是个石窟吗 还是说你的金眼睛瞧见的和我们不同 这地方有什么特别的 难不成还能复转乱世 嗯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别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神神秘秘的地方上了 依依的家乡就 哎 依依 你家乡在哪里 就不告诉你们 呃 你们肯定没听说过 说了也没用 依依来看看这机关 这个这个 肯定是这个啦 小不点儿 你拥着点儿 开 依依 你可闯祸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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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依 还是得来啊 依依 最后勾的 对 拥了 不 呃 依依 最后网上一个 小不点儿 你快别动了 还是我来吧 这儿的机关似乎被修改过 这儿的机关似乎被修改过 这儿的机关 这儿的机关似乎被修改过 这门内是什么样的呢 帮忙 帮不帮吧 知一事 凭什么帮你 整天见首不见尾 哎 凭咱们交情吗 英雄 到底什么事你说吧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能不能帮你 你也知道 我一直在追查云征兄的事 却发现了魔将白首正在追捕他们 白首 他们不都是玄冥教之人 怎会如此 这 虽然不清楚云征兄为何替那边做事 但在成都府那会儿嘛 他到底是提醒了我们的 也算是帮了我们一把 或许这回去救人 还能多得些玄冥教的消息 行吧 这事我们运下了 啊 这样没语音 好 我来配 哈哈哈 你们落到我白首设下的陷阱里了 休想真的出来 白首 你这是何意 没错 你们勾结外人背叛圣女大人 我白首忠心一片 必要除了你们 白首 玄冥教育不是只有圣女一人 没错 呵呵呵呵 那就是各位骑主了 幸好即使赶到 运增兄 你们没事吧 哼 看来你们不仅没效忠圣女 也没效忠纳卫啊 金儿真是大鱼一王啊 白首不把你们一碗都捞起来 竟然想跑 不跑留下宰了你吗 哼 走了 别喝他啰嗦 我十轮功弟子 当手中持证 护听下百姓 云真兄 我就知道你是为了去卧底 探探玄冥教的动向 因为危险 这世界已经没有云真 你也不必执着于此 没错 小爷没问你 云真 要是你真是选择 那白首干嘛追杀你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江湖 这么形容玄冥教大体新鲜的 一个门派内部 怎么还伸出这种事段 有的各位骑主 有的为了活命 我该走了 走 你走哪去 回玄冥教你就死路一条 自然有人把我们 谁 谁 那位仙子 有我们的命 还有用 没错 到底 摘女大人为何会在这里 小鱼西 吴来这里找你呀 小鱼西 你知道地脉乃生灵之运 至地界眼流不息 人间方得生生不灭 玄冥教的家伙 此刻正在倒掘墓穴 找地脉汇聚之地 我恐他们有所图谋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啊 渣女怎么不在 新路 新雪是路上当歌 不如我们在这边等吧 嗯 里面好像有人在说话 好熟悉 哎是九鹰 我们先进去看看 九鹰大人 我们为何要与这些凡人共事 做好你的事情 九鹰果然是你 嗯 好巧 就解决到他们吧 这么突然 没有宝物 没有宝物 随属性 现在 缺续人我竟敢在我面前放刺 糟糕 咱尼果然还是很厉害啊 果然 他们造出十字园 可能利用了地脉 难怪 此前他们在成都府 制造十字园 而重庆府就有了泥脉光渊 我方才在外 就遇见了数个十字园 更有半生出的哨 似乎是知道我要来此 一路围堵 为了消灭他们 我颇费了一些功夫 先好你们先告到这里 才将我肯定的玄秘教 制造十字园 却需借地脉之事 我大概知道这家下之窟究竟是什么地方了 这恐怕是千年前 罗侯寄件双十抵达冥界时 搭成的载具 卫兴茶 呃 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成了个洞 都和老龙女连一块了吧 这是斗转星移 真沧海桑田 这叫伪装 伪装啊玉池哥 得了吧还伪装 我倒觉得这玩意儿是已经差不多了 再精妙的机巧 千年下来也得成服务 世上哪有永恒的玩意儿 好了好了别贫了 我们小心些 进去看看 若我们在十支系里所见无误 那此内应当有可以提示 下一块刻盘碎片线索的物件 这乐声 这怎么会有这曲子 分明没人 这曲子是从哪儿传来的 阿凉 这 这是你常吹奏的 你梦中的那支曲子 梦里 这不是玉池哥常吹的那首吗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空荡荡的也不见人 我们还是 还是先看看这地方 十三代詹女让我们来 总不会是来听曲子的吧 这乐声 到底是从哪儿传来的 难道是 那一处 那花纹和刻盘碎片上的如出一辙 好 赶一一来看看 好像就是前头传来的 但要怎么办啊 难不成 要多敲几下 别动啊 小心 好像这里的机关像也被动过 嗯 改动过 但好像没发生什么 阿凉 你反应过度了 就是就是 一一才不会每次都这么倒霉吧 哇哦 但我没说 那边被怪物围住的东西是什么 哎 上边似乎有古怪的符号啊 难道这个是紫金王鼎 像是传说中的一件宝物 阿凉 依依 我们消灭此处妖魔 去看看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这东西 紫金王鼎 怎么会在这儿 小布点 你知道这是什么 紫金王鼎 真的是紫金王鼎 余姐姐 这东西不是说消失百余年了 对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而且还在这种奇怪的地方突然出现 阿凉 你在干嘛呢 月池庚 你在做什么 这东西可以拆下来 我且看看 阿凉 你 最好还是 是 哇哦 这就是詹女说的线索吗 我似乎见过这里 依依小的 这地方叫北山绿洲 依依在什么树上见过的 就在一碗粮粥里 啊 啊 余夕 你看 我这不是找到下个地方了吗 余迟良 呃 余迟哥 你可闯祸喽 余夕 你相信我 这东西真没坏 还敢狡辩 还敢狡辩 没有狡辩啊余夕 这东西原本就是这样的 没有卧违时就会这般散开 就 就和谈成沙话一样 我只想把这内部的一组联动机货拆走 以后找地方才方便啊 哈哈哈哈 竟然出来了 原来是因为紫金网顶啊 叫我即使割舍了吞噬的混沌化力 也不得从此处离开幽界 圣女看来花了些心思 不过 镇柱此处叫我不得出来 是用了这与镇柱画荒之境的九鼎铜圆的神物 那看来混沌化力的力量 确实了得啊 属下与小悠抵达时 水晶解像机关就已被拆除 哼 无妨 圣女是我教出来的 她可不会只动了那些机关 只是这事居然是你来回报 而不是酒阴 看样子 我的小姑娘现在是圣女的记手了 主人 照当前来看 新鬼刻盘可能被玉池良杰足先登 她若是销毁刻盘 恐怕会 哼 要销毁石轮宫早就销毁了 这其中定还有些我不知道的官窍在 眼下 我不介意是这个人先替我保管刻盘 不是圣女反倒更好 主人 但若是刻盘被销毁 十轮的力量恐也将消失 若这样 您真正想要做的是 找刻盘的办法也不是只有一个 地脉对刻盘不是有犀利吗 地脉经千年流转 这回怕是终于到了该道的位置了 主人的意思是 刻盘会往楼兰方向散落 此事我会另派人去办 您与幼石也不用再继续盯着九阴了 她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你们继续去炼制石之园寻上古法阵吧 是 属下告退 这紫金王顶究竟是谁放在家下之窟的 这个真的是紫金王顶 传说中的那个 喵 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不是传说中和那九个一样施出同源吗 怎么不是傻大个呢 鱼池哥 鱼姐姐 依依记得传说这顶消失百十来年了 居然被我们捡到 大吉大吉呀 这 是福事后还不好说 此物黄佑年后就再没有过记载 喵 这有什么关系 反正捡到了就是我们的 快来看看这怎么用吧 啊 画像 聚髓画像 这有什么用 阿良 你来试念试试 看看你能得什么来 传门中此中会出现兽魂石 稀有的魂力 有时候则是能提升魂石未接的材料 EK 快去吧 喵 喵 喵 就这 玩这个大骗子 说好的是能无中生友练出好吃的呢 看来聚髓画像确实是要利用初元啊 初元从我们行动应运而生 师尊曾说 人之动便于动天地之气 一举一动 当与天地之气勾连 凝出的幻化 有我们行动中凝出的出源 幻化成了这些东西 那我们是 是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真是怪诞 紫金王顶可容炼万物 回收利用 这样倒是方便 这些东西 好簡單說這是煉化那個魂石用的齁 所以就會煉到這種積品或魂石 然後這個是要怎麼拿忘記了 80體力哦消耗體力就可以獲得出源 OK 都不定和我們在蘭州十字系裡 遇見的那些過去的人有關係 一個說神神叨叨的話 什麼去和他初見的地方 一個看不見我們 卻又說什麼天節 什麼布置的 嗯 這話有道理 但就是人家留給你這寶貝目的似乎不同 這 恐怕確實如此 哎 玉璽 話雖如此 但你這又擔心什麼呢 紫金網頂現在在我們手裡 想怎麼用那是我們的事 咱們可用不著管別人的意圖 就是就是 玉姐姐 你也別其人憂天了 說不定就是那寨女留下的呢 不過我也沒覺得 神雀宮是什麼好東西 嗯 我知道 好沒拼 啊沒拼自吃了 得想辦法吃點飯 哎 你慢點 你讓我想想接下來該怎麼超市 哎 有了 以本尊的閱歷見識 完全可以回答你們這些笨蛋的問題啊 賺點錢嗎 來 讓我看看有什麼熱門的問題 嗯 這個不錯 腦子澄清了 由天下 吸出寒谷關後 他去哪呢 洩妖 人在西域 乾淨營地 腦子去向至今成名 不過 我姨舅舅跟我說過 欸 我舅舅 我舅舅跟我說過 腦子吸出之後 入一滴為浮土 當然了 我也不知道真假 其實我根本不懂他在講什麼 你覺得這怎麼回事 什麼怎麼回事 就是 那支曲子 你夢中總有結半結的曲 這下下 家下之哭也隱約詳其那支曲 我聽見 我不知道這怎麼回事 我以往 還說著夢中看見大片的藍光 流離式的光道 還有巨大的機球呢 現在看起來 都和家下之哭 有些相近了 這 你小時候 未到石倫公那會兒的事 真正丁田 都記不得了 要是記得就好了 就知道這曲子究竟是怎麼回事 曲子在家下之哭之前出現 這或是第十三代 十三代詹女所說的 這也欠我的答案 答案 這人是什麼問題的答案 阿良 我總覺得不大妙 你還說過 夢裡似乎多了林上的片段 都是些什麼 記不清了 林上的帽 哪真的記得起來 阿良 但家下之哭出現這曲子 我總覺得 不大對勁 那家下之哭 還出現了門 幫我們的紙巾往頂 這有什麼好想的 與其 家下之哭是羅伙雙子 抵達明界之鎖 千年前的傳說 說是從天幕之外降落下來的 你怎麼 咩 那我們這麼容易就進去了 不可能吧 我擔心家下之哭和優戒 其實人言通 別是我們的一舉一動 都在玄冥教的眼皮 眼皮之底下 我沒見過有記載 說家下之哭 能連通明界 那玄冥教裡的羅伙眷主 是怎麼離開優戒的 這個 詹里說去蘭州查了這事 還說在蘭州等我們 結果也沒進他 而這家下之哭 離蘭州又不遠 憑他這記憶很轉世的人的本事 卻想不到這個地方可能有問題嗎 阿良 你有話沒說 我就是覺得他奇怪 詭異 我們拿磕盤 他在幻化金牌 知道實質系中 長得什麼過去 又還要我們去查 說在蘭州等我們 結果咱們進去 見到第十三代詹里的葛雲翼 阿良 呃 這怎麼了 詹里的記憶 是繼承的 也就是說 詹里知道當年葛雲翼在南州 感知到我們這些來自未來的人 詹里在等我們 其實是第十三代詹里葛雲翼在等我們 搜查羅伙眷主的來處 羅伙眷主的來處 實踐 百年輕的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